随着桑德斯宣布参选,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的大戏,终于热闹起来。 2月20日,桑德斯的竞选团队表示,宣布参选首日,共收到超过22万人线上捐款,筹得近600万美元竞选资金。 而早上还在调侃疯狂的伯尼的特朗普,这下可坐不住了。 他要求支持者加入到这场众筹大战中来,给我碾压那个数字。 桑德斯回应特朗普要在筹资上追赶,他吓坏了,他理应如此。 标题杰字 国会删报,2月19日,桑德斯正式宣布参加2020年大选,将其形容为2016年未竞事业的延续。 三年前的大选中,桑德斯自诩民主社会主义者,抨击华尔街、大公司等特殊利益集团绑架政治,并提出全民医保、减免学费等政策主张。 尽管最终败给希拉里,桑德斯依然在年轻人与草歌民众中,拥有广泛人气。 党内初选时,他总共获得1500万张选票,与2.3亿美元竞选资金。 其中绝大部分为小额捐款。 今年77岁的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。 三年后,人气不减的桑德斯卷土重来,表示要建立一个捍卫经济、社会、种族和环境正义原则的政府。 他明确表示,这次要击败美国现代史上最危险的总统特朗普,并形容后者为病态的说谎者、骗子、种族主义者等等。 特朗普2020年竞选团队的新闻秘书凯利·麦克·阿纳尼泽回应, 美国人民会拒绝高涨的税率,与政府主导的医保。 只有特朗普总统能确保美国的自由、繁荣与安全。 作为共和党目前唯一参选人,特朗普20日一早还在推特上调侃。 疯狂的伯尼又参选了。 我祝他好运。 表示自己确实喜欢桑德斯。 但是后者错过了时机。 可以看看他的表现如何。 这会很有意思。 特朗普在白宫这样告诉记者。 特朗普当地时间20日早上的推文。 谁知一天不到。 结果就让他就坐不住了。 原来。 桑德斯的竞选团队于20日宣布。 在参选首日的24小时内, 共筹得5925771美元。 随后很快超过600万, 得到了全部50个州超过22万人的支援。 平均每笔27美元。 这比其他民主党候选人公布数字加起来还多。 此前。 此前,加州女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1月宣布参选后, 首日共筹得150万美元。 宁尼苏达参议员埃米克罗布彻宣布, 参选两天后共筹得100万美元。 上下的候选人, 则要么未公布, 要么如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。 在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记录中, 显示首日筹得29.9万美元。 桑德斯的人气, 无疑引发了特朗普的关注。 在一封公开的电子邮件中, 特朗普表示, 一开始以为桑德斯参选是个笑话。 但看到对方的筹款额后, 特朗普承诺, 自己永远不会允许桑德斯在美国搞社会主义。 随即,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, 也加入到这场众筹比赛中来, 并通过邮件、 简讯、 推特等方式, 给支持者发信。 我们也要让世界见识到, 使美国再度伟大的力量, 碾压他们桑德斯的数字。 现在捐款, 你会产生四倍的影响。 特朗普竞选团队传送的简讯, 要求支持者碾压桑德斯的筹款数字。 特朗普竞选团队称, 每人每次捐35美元, 就会有其他支持者出三倍捐款。 据国会山报介绍, 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FEC最新统计显示,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, 今年申报的筹款, 已有1900万美元。 但并非像桑德斯这样纯粹依靠草根, 小额捐款。 而之前11位民主党参选人, 都没能换来特朗普如此反应。 足见桑德斯在他心中的分量。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去年8月分析, 民主党取消超级代表制度 Super Gallagher对桑德斯大大有利。 2020年获为特朗普与桑德斯之间的对决。 美国近期多家民调显示, 桑德斯在民主党内的支援率, 仅次于拜登。 后者尚未参选。 得知特朗普卯足了劲, 让支持者捐款后。 桑德斯在推特上回应, 特朗普吓坏了。 他理应如此。 图字。 桑德斯推特。